你覺得自己跑步的時候才像活著 因為生活上有個重心 讓我知道我接下來我的目標我要做什麼 然後我要往哪個方向前進 訓練的時候其實比較多是想了自己的配速 然後我今天要如何達到我的訓練的目標 能夠支持跑下來的動力 除了自己喜歡之外當然還有家人的支持 還有老婆的支持 還有周遭朋友的一些感染 因為常常有很多的跑步朋友一起在一起 所以你常常跟喜歡跑步人在一起 其實你的這樣子的內在動機其實一直是不斷的在充電加分 平常我們訓練看表的話第一個就是里程還有時間 當然我們現在還會依照我們的心率去做一個訓練的判斷 高原的高度是1500公尺到2500公尺 當然我們手錶可以看出我們的這個高原的高度還有氣壓 那在高原低氧低壓的環境之下呢 讓我們的紅血球增加 所以我們知道紅血球增加就是表示我們的帶氧量增加 科學化訓練對於想變強的跑步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例如補給跟休息其實也是訓練的一環 像我平時訓練完之後就會去超商 立刻買一些補給 也會用這支手錶來接帳 其實蠻方便的 其實做動號準備我們從去年就已經開始了 那在整個訓練過程之中我們最怕的就是過度訓練 那這個手錶呢也可以有壓力指數 那我們再透過這樣的壓力指數呢 去看我們的皮膠指數或壓力是否過高了 那如果過高的話我們就可能要休息 然後暫停訓練 所以好的休息 然後達到下次更好的訓練 那我們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看我們2020東興奧運 明年可不可以有機會達標 希望對未來自己說目望初衷 那因為本身就是喜歡跑步 那不要因為說可能資源太少啊 或者是環境不好 而忘記了我自己喜歡跑步這件事情 所以不管幾歲年齡 不管年代 不管環境 我就希望自己能夠持續地跑下去 跑到自己不能跑為止 我事上加責 零極限 挑戰無所不能 Do what you can't 挑戰你所不能